很多人問我這一次Q&A封面的那套衣服是在哪裡買的 這個牌子推薦給你 如果你想解決的話呢 那你就要先低頭啦 但是你要注意啊 如果每一次都是你低頭的話呢 那我覺得這個姊妹就不用了 我喜歡很有內涵 很有智慧 然後很有自信 很善良 很孝順父母 嗯 很知道自己要寫的那種女生 沒有啦 我喜歡大胸部 其實這不一定耶 如果她不會吃醋代表她可能很信任你 那也有可能她就是不夠愛你 慶祝寂寞 終於推翻我的夢 讓我獨自享受 失去你 摺一顆 看守你的腳本 然後放鬆自己去泡個溫泉 好好吃一頓飯 跟朋友聊天 打電動 追去 還是會的 只是現在我在跟子虹討論 就是關於之後 一起開頻道的事情 那 因為大家今天比較忙 所以這件事情會延後一下下 但不會讓你們等太久 不要擔心 什麼意思 有什麼不好克服的嗎 你就找一個你最喜歡的啊 像那種唱歌好聽啊 喜歡健身啊 頭髮抓很高的那種 是你的選擇 你是那個酥酥滅滅的人嗎 如果你是的話呢 你就是很裝沒事 不然就去跟他道歉 那如果你是那個本人的話 自殺吧 搶啊 扯他頭髮 踹他 沒有啦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讓啦 你願意嗎 其實我以為這個問題 我的話就直接退群組了 那如果他們有人問你的話 你就 蛤 真的嗎 我不知道欸 什麼時候 被另外一般反對的愛情 那就不是愛情了 勸你 分手 這個 遇到婊子 比他更表就贏了啊 不用擔心 強化自己 當個臭表 立不一的人吧 其實應該不只是金牛做的男生 應該大部分的男生都喜歡 身材好 皮膚白的 我除外啦 我這個人是很看內涵的 內在 內在 其實我覺得社工是一個很偉大的職業 所以你不要沒有自信 你只要繼續保持著 願意為他人付出的一顆心 然後會用你的善良去愛這個社會 你一定會成為一個很好的社工 所以公司裁員不要想不開啊 現在景氣很差 很多公司都在裁員 在這樣的景氣下呢 就要自己自強 樂觀 勇敢面對一切 加油 祝所有明天要考學的同學們加油 祝你們有好成績 那我覺得成績依然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自己的方向 跟你想做的事情 但是考試呢還是好好的考 放輕鬆 心裡面有好的成績哦 加油